您都在忙些什么呢 大半时间都在忙全球暖化 气候边界有关的问题 或者很多国际组织上面 扮演一些角色 印象里过去的二三十年 您在重要的时刻常常站出来 对于国家的大是大非 会有一些倡议会有一些建议 好近年来觉得感到这样的声音少了 这个我讲全球暖化这个问题 是非常严重的 我到处讲在世界各国讲 尤其是当国际科学理事会 理事长的这段时间 我跑遍了全世界都讲这方面的事 但是呢 我很遗憾地说 我们在台湾 是比较落后的 这方面的努力 所以您发现了 是比别的国家是落后了 好 那由于这个概念 我们也趁这个机会 也让观众朋友了解一下 我们是不是来看一下 所谓的这个减碳的问题呢 其实国际间会有一个共识 也就是说在2050年的时候 希望能达到这个净零排放 这目标就是2050年 今年是2024年 也就是26年后 希望人为所排放的 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和人为移除的量抵消之后 要能成为零 应该是这样讲 那么您觉得这个忧虑呢 应该就在于说 我们净零那26年 能不能达到这样境界 似乎是很大的忧虑 我想应该是这样 那么当然不是说 一下子我们就要检讨到 2025年 这中间有一个过渡 就是2030年 可以来看看我们 减碳的这个目标 那这一部分呢 好像这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有报告说 如果全球暖化控制在 1.5度C 升上去1.5度C之内的话 2030年必须要减少 42%的温室气体排放 但是我们国家 现在定义的标准 好像不到这里 这个标准是说 好像只有20几 24 25到28 所以您烦恼的是说 我们这个进度都跟不上 是不是这样 是是 我们的计划里面 就是讲20几 其实也没有做到 连20几也做不到 也没有做到 是最近 赖总统上阵之后 他很热心的在推动 我是感受到 新政府 推动的力量是加强的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说 2050年近年排放的意思 其实是因为 大气里面的温室气体的增加 使太阳给地球的能量 比地球放出去的能量要多 所以温度再上升 温度上升上升到1.5度 就已经到了非常不能够忍受的程度 所以我们讲1.5度锡 然后为什么是1.5度锡 2050年近年排放呢 是因为大气里面现在 很多温室气体 你就会问 我们到底可以放多少 再放多少 就会超过1.5度锡呢 可能会说600亿公吨的这个二氧化酸放出去的话 温度就会上升到1.5度锡 现在目前排放量到2030年要差不多减半 你讲42%或是减50% 一定要减半 如果做不到的话 2050年近年排放是绝对做不到的 那我想科学计算您最传长的 您科学算一下就发现好像做不到 你这样推过去的话 所以就是一个景区 除非我们加倍的努力 你就觉得我们哪一个环节做不好 政府的决心 那个我在蔡总统第一任的时候 我是总统府的执政 所以常常可以到总统府跟蔡总统谈这些事 那时候我很失望的就是前总统 他说2020年以后的事 不是他的事 所以他第二任 选总统的时候 我也反对他出来当总统 我也没有当资政 他没有欠我当资政 但是这方面的努力 一直是不够的 所以你如果看 我们国家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一直没有下去 但是总是要拉一条线 拉到2600到0 但是这是做不到的 做不到 以现在的状况是做不到 是做不到的 那可是您这件事情有跟现任的新总统沟通过吗 沟通过也不止一次 是最近吗 最近到总统府跟赖总统就证之前也见过两次 跟他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 他了解的比较深远 这是我比较高兴的 他也有决心想要把它拉下来 但是真正要拉下来的话 说明年要减多少 后年要减多少 一年排放量要减少 要做个规划 不能没有什么 不做什么事 然后一条线到最后就拉到0 说2050年净年排放 这是不对的 赖总统提出来有关净铃转型有五大策略 我们提一下 譬如包括启动第二次的能源转型 也就是说这个可能等一下也可以谈一下 这个能源怎么转 然后绿色与数位双轴转型 这个绿色当然都是我们说的 这个大家比较喜欢的这种有效率的 减少污染的方法 还有行速禁令永续绿生活 还有政府做强而有力的后盾 还有不遗漏的公正转型 这个当然是原则 所以听起来就是几个原则 但重点就是在操作型定义 就是你怎么操作 操作出来就是如同院长所讲的 你可以这样数字可以逐年的下滑 不然至少到一个时间点的时候 应该也要只差一点点 不要差太多 达不到也要距离也不能差太多 所以这几个方向应该大致上还算正确吧 但是像是怎么做 您有具体的建议应该怎么做吗 在谈具体的建议之前 我要跟你谈一件事 我对年轻人讲 2050年近年排放1.5度系的世界 是很糟糕的世界 不是很好的世界 这样啊 是 所以我有责任告诉大家 我们努力是我们要把这个地球 带到更不好的境界留给下一代 当然我的孙女常常也问 爷爷你在努力的 真的是要把更好的地球留给我们吗 我说不是啊 1.5度系近零排放的世界是很糟糕的 那是最基本的 但是这样的状况已经是不好的 不好 然后他就问说 为什么一定要往坏的方向努力呢 我说不努力的话更坏 人类就不能在地球上生存 其实 在20年前我常常到处演讲就说 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你今天如果问我 我们有多少时间呢 我说大概到了2013年要减半 这时间只有6年 这6年之内我们 没有把二氧化妆的排放减半的话 温度会超过1.5度系 超过1.5度系的话 你就会看到极端气候 现在好像没有到那么 涨那么多温度 现在已经觉得有极端气候的现象 是啊 你看 每天看报纸啊 广东大水啊 四川大水 淹水 要不然就是干旱 然后不是干旱 就是圣灵大火 这个 这极端气候已经在我们头上了 是啊 因为温度已经快到1.5度了 我们甚至说1.5度系 以后的事 目前已经快到1.5度了 所以 是很不理想的 所以 我们真正要做的话 真的要大家醒过来 我在20几年前 一直在二十几年前到现在 一直在国际科学理事会 很多组织活动 第一个我们要做的是 我们这个科学组织 比如说国际科学理事会 是促进科学的发展 带给美好的世界 美好的社会 所以我们希望政治家觉醒起来 政治家觉醒 到了2015年 Cop 21通过的时候 我是好高兴啊 好像政治家觉醒过来了 在巴黎的大会里面 他们才说 最好不要让温度上升到2度C 最好是1.5度C 然后就说每年要有1000亿的资金 帮助这些开发中的国家 才讲到1.5度C 或者是净零排放的这些事 这是2015年 很快的我们又过了8年了 再过8年 那您觉得应该怎么说 我一听一下要净零碳排 好像涉及到好多个部会的事情 是 这个包括环保啊 包括经济结构 因为厂商使用的这个 就消费的这个碳嘛 那么还有要有整合的概念 是 这个民间厂商也要支持 那我们的用电可能也是很大的 是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在哪里呢 以前在1989年 Brunsland有一个挪威的总理 他主持这个环境会议会议的时候 他就定义了一个叫做永续发展的地 说我们这一世代的人 能够好好的生活 而不影响下一代的生活 这个叫做永续发展 所以大家的盼望里面 都以为我们可以发展下去 发展 这不影响下一代的发展 就是自永续的 但是很多人没有觉醒到的就是 其实地球已经超载了 我们地球超载了 所以我们在做的事 是已经开始会影响到下一代的事 那我们做错了哪些事情 你觉得我们应该纠正哪些事情 是可以挽救现在您所提出的警讯呢 我们说真正要走的话 要有紧急恋 就是说今天开始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省吃检韵 教大家省吃检韵 很多年轻人可能不习惯这几个字 很多人也可能不接受 一直说怎么样维持经济的发展 和把能源绿化 转型社会绿化 但是维持现在的生活方式 已经是不行的 地球超载了 因为人口太多 消化太多 二氧化氧排放的太多了 不能继续下去的 那我们可能就我们本岛自己来看看好了 好不好 那么造成我们的碳排太多的来源有哪些呢 就是民众你看省吃检韵 那指的就是我们住家所产生的污染嘛 结果其实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到庙里去拜拜 现在也减少烧金 吃了也都 量也都减少很多 好几个庙也都跟进了 那么家里现在用碳来煮菜的应该也少了 好那么你现在是讲的说 包括肉少吃的话 那就少养了这个牛啊猪啊羊啊 嗯 少养那就少 他们就少排屁啊排炭啊这样子 这个好像推演 但如果最大宗的使用 应该是我们现在的能源发电吧 是 以前我小时候 在二次大战到尾声的时候 那时候台湾社会用的能量都是木材 煮菜就是碳 或者即便那时候的卡车啊 也用那个碳 那时候那个时候不是更严重吗 是 不是那个时候的 烧的东西是 木材 都是阳光直接给我们 在地球上生长的 但是工业革命发生之后 瓦特化面蒸汽机之后啊 我们就开始用花式燃料 地下挖就烧了 那花式燃料 结果飙升 我们现在用的80% 可能就是花式燃料 地底下烧 烧了之后 二氧化碳就排放了 所以说我们看台湾的经济发展 你如果说我们台湾经济发展 这二三十年来 是能源是以花式燃料的方式 无止境地从中东马进来 然后有这些能量用了 制造了很多东西 可以输出出口 但是二氧化碳无止境地排放到大气里面 现在说不行了 我们不能这样走了 不能再把二氧化碳一直增加 不能再烧花式燃料 所以谈到能源转型 生活方式的转型 如果能源转型 就是取代花式燃料 用阳光 或者是阳光带来的 风力发电 阳流发电 这些都是阳光 直接间接 带给我们的 地热的部分 是原来就有存下来的 如果太阳给我们的能量 不能取代花式燃料的话 那我们怎么办 只有一个方法 减少使用 要节俭 所以我们在节能审探 当然你说 我们还是可以从国际上 买些干净的能量 比如说 我到澳洲说 我要跟你们买阳光 澳洲说好啊 你千块地 阳光 你可以拿回去 当然我阳光拿不回来 可能先转化为电 然后把电结为 氢跟氧 把氢带回来 就烧氢 所以到澳洲买氢 买的是阳光 经过转化带回来的氢 这是国际贸易里面 买到干净的能源 这是阳光来的 不是在买石油 而这是一个国际 科技的演变跟贸易的转换 是有关系的 不然在台湾我们只能说 我们自己这块土地上 绿能不够的 但是您觉得这样购买 会不会缓不济及呢 每天用量 收量蛮大的呀 是啊 可能缓不济及啊 因为现在目前像天然气输入 这个接口啊 还没有足够的能量 即便烧天然气 还是会有些问题的 好你讲到这个用 用比方说能源 我们每天要 其实不管是工业要使用 或者家庭要使用的这个能源 我们也看那个比重 这个以2023年 也是去年为 我们的再生能源 其实不到一成 不到一成 那么核能呢 现在还有6%左右 另外呢就有关于这个 跟燃烧有关的 比方是用碳 或者是用这个燃煤 或者燃气 这加起来就超过了8成 是 以这个状况来讲 会产生污染的 最明显就是燃煤跟燃气 是啊 是不是 这两个的比重还是太多了 这是大家一直在讲 觉得是能源 好像我们绿能在推动 还是达不到 它实际上 因为现在在野党也是在讲说 这个光靠能源再生 应该是做不到 他们一直主张是这样 您觉得是不是真的绿能 来不及应付 就国内生产来不及 是 所以就要减少使用 用减少使用会不会 那就不要发展了 那工业不发展不就是 工业不发展 同样的结果是 5、6年之内 因为我们让温度继续飙升的话 极端气候是人类无法生存的 那个达文在200年前说 要适者生存 能够生存在世界上 地球上的 不是最强的 也不是最聪明的 而是能够适应环境的人 是环境的物种 才能够继续生存 人类到目前为止 还能适应环境的变迁 但是最近这几十年来 我们对环境变迁太大 变迁太大 大到人类没有办法 适应这个环境的改变 那么会怎么样 人类会消失 地球上人类会消失 小朋友说我们要救救地球 不是啊地球好好的 再过几十亿年 还在围绕着太阳一直走 是人类消失掉 人类消失掉 这个时间不多了 我说这五六年之内 如果我们 不把碳排放 结束减低的话 温度会飘升 那以后 你想想看 有一次台风来了 或者是停电 接着热浪来了 温度飘升到 四十度四十五度 人不会生存的 人会一大片的 离开地球 有一次台湾